如果我是女主,我会不会去选择靠整容来获得自信呢? 随着社会的发展,在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,整容已经是个屡见不鲜的事情。 不仅仅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,就连娱乐圈中的女明星也是如此。 咱们今天说的是一位进行过整容手术的明星,她是当年的超女。 周笔畅,在娱乐圈有些女星为了上镜好看,都会去选择微调一下。 毕竟对于女艺人而言,好的外在形象是打开事业的敲门砖。 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周笔畅,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。 长大之后,在漫无目的的生活中,接触了超级女生节目。 经过自己的努力,终于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得到了粉丝们的认可。 周笔畅刚出道的时候,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假小子一样,颜值并没有多高,而且脸型特别的圆。 但是作为有实力的歌手,周笔畅仍然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。 之后,周笔畅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,最终决定出国深造,继续丰富自己的音乐知识。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学成归国的周笔畅与从前不一样了,一改往日的中性风格,变得更有女人味了,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面对粉丝们的疑惑,周笔畅大方承认,我当时也是照着杨幂整的,结果整出来,像刘诗诗啊,董洁啊,杨子啊。 她的这一回复也获得了粉丝们的认可。 没想到,周笔畅能大方承认自己整容,很多妹子第一次接触整容,就是去做双眼皮,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美丽迷人的大眼睛。 割双眼皮要以自然为主,如果给自己整成非常宽的双眼皮,没有深邃立体的五官和眉骨也是白搭的。 结语,美丽是永远追求不尽的,与其把自己变成一张网红脸,倒不如适当培养自己的审美。 价值观,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。